政院13亿意诅打诈国家队强化法律及技术面扫除诈骗集团 行政院会4日通过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1.5版 预计投入新台币13亿元经费 除增加人力与物力打击诈欺 也会从法律面和技术面减少通信流语加重诈欺行则 判减少受害者与扫除诈骗集团 代理发言人罗秉承转述 行政院长陈建仁在院会中表示 打击诈骗已见初步成效 但不能自满 相关部会应依规划进度紧速推动 并结合地方政府与运用公司协力推动各项防诈作为 达成减少接触与减少误信与减少损害的打诈策略目标 展现政府有能 民众有感 国防部说 MQ-9B无人G114年出交G116年完成训练后服役 国防部4日表示 台湾对美采购4架MQ-9B海上卫士无人G预计民国114年出在美国交G 下半年回到台湾 所有装备预计116年完成接收 在经过半年时间训练后 就能入列服役 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曾指出 MQ-9B无人G资料链及时勤资分享 可创造台美协同作战空间 分享前线勤资 协助美军远程精准打击 共谍邵维强设收买军官发展组织打20年一审判15年 旅行社负责人邵维强设自民国91年起为中国发展间谍组织打20年 吸收对象包括前军文社孔信记者与前八军团指挥部上校向德恩等人 金门地院4日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持夺公权4年 令违反银行法部分判处有期徒刑5年 合并应执行刑15年 持夺公权4年 并且没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台币2543570元及人民币18万元 全案可上诉 IMB借贷平台设吸金25亿元与5000人受害北检生压八嫌 网路借贷媒合平台IMB设已嫁债权与真吸金手法诈骗吸金 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刑事局3日居提层信平台负责人等8人到案 检察官4日复讯 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将层难等8人深压禁件 应遭诈骗的被害人数众多 已成立自救会向立委陈勤 国民党立委吴宜丁3日指出 此案传受害金额约25亿元 但已自救会群组人数超过5000人 金额恐超过此数字 检警追查 截至今年4月底 陆续有39名被害人报警提告 粗估非法吸金的金额达新台币 1亿5000万余元 高温持续至6日白天7日 封面通过全台有雨降温 中央气象局表示 南高平地区5日高温仍可能达到摄氏38度以上 台中至嘉义及花冬等地 也可能有36度以上高温 气象局说 近日的炎热天气可能持续到6日白天 7日起将有封面通过 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各地会阴雨降温 4.2万会员买到A肝病毒 美果蓝莓好市多研拟补偿方案 美式卖场好市多冷冻 综合煤与蓝莓接连验出A肝病毒后 好市多4日表示 约4.2万会员买到问题商品 以主动发布通知召回 至于是否有更多补偿措施 业者表示在积极研议中 将提供补偿方案给消费者 台北市法务局指出 若经医生评估消费者需就医 好市多应付全部赔偿责任 成品24小时书店 由松烟门市接棒信义店年底席登 成品4日宣布 随着信义店应租约问题 必须在年底席登 新的24小时书店 确定落脚在松烟店 位在松烟文创园区的成品门市 去年已尝试夜间营运 加上大巨蛋营运在即 周边有成品行旅和周际大饭店 都为松烟成品不打烊提供加分条件 成品生活董事长吴明杰表示 松烟店属于台北文创大楼Bartan 租起50年 24小时书店会终老在松烟 意大利官员说 一带一路缺乏经济效应续签几率低 意大利政府一名高阶官员透露 意大利与中国续签一带一路倡议合约的可能性极低 但需要时间与北京进行讨论 不会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5月中旬的峰会前做出正式决定 意大利在2019年加入中国野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划 成为唯一参与中国这项计划的G7国家 但四年来效益不大 意大利对中国出口额仅由2019年的131欧元增至去年的164亿欧元 大股详评标13K平个人新高 生涯百轰500K继贝比鲁斯后第二人 美国职棒大联盟MLB洛杉矶天使球星 大股详评三日绿队击败胜路易红雀 单场送出13次三阵平了个人职涯记录 也成为继名将贝比鲁斯Babe Ruth后 大联盟史上第二位达生涯500次三阵 且至少挥出100发群雷打的球员 NASA计划首射月球留守基地航太业者抢连网与造车盖舱生意 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下一次登月时 打算让太空人在月球长期停留 根据这项名为阿提米斯的任务计划 NASA将首度在地球以外的天体留守人员 不过建造月球基地并非易事 需要发电机与月球车与居住舱 太空产业正在竞相克服这些技术挑战 开箱老照片中华民国宪法前身五五献草公布 1936年民国25年5月5日 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史称五五献草 这是今日宪法的雏刑 内容反映了三明主义与武权分立的思想 原本要在同年召开国民大会通过 但因爆发对日抗战 宪法延后施行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